荷兰的黄色小鸭持续在高雄发烧 而现在北台湾也是输人不输政了 在台北青年公园可以看到赤姿千万 而且是由台湾原创的蓝色巨型抹香精 它呢是足足有四层楼高 面积等于五座篮球场 同时可以容纳三百人 也是世界最大的蓝色抹香精 开心的拍照 仔细看这个超大蓝色抹香精真的好可爱 长70米高12米的蓝色抹香精 足足有四层楼高 面积等于五座篮球场 同时能容纳三百人 世界最大 看起来真的很大 不过刚才我们继续远区的时候 他跟我们讲说星期六才会开发 如果有空一定会过来 台北有蓝色抹香精 高雄有最夯的黄色小鸭 一南一北护嘎人气 同样是一千公斤重 不过蓝色抹香精的体积 比小鸭高了五十公尺 台北的话如果有这个展览的话 那对我们地方来讲都不错 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走进鲸鱼里面 而里面感受到是整个海底的世界 然后从前海的水草 然后在空中还有那三米 那么大的大水母漂浮在半空中 实际上面这是实现孩子的一个梦想 这个世界第一大的蓝色抹香精 游进台北市 台湾团队才花了六至十分钟 就能冲宝气 超萌的抹香精 也让许多还没有到高雄 看过黄色小鸭的游客好满足 中文新闻唐英辰 李亚银 台北桑总